不畏暴风雪 法拉盛201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如期的举行 那么现场有旗袍舞 肚皮舞等精彩的表演 还有春联捏面人 吹气球等等 十几个摊位吸引了将近千人来参加 另外还有很多的名义代表移到现场来跟大家同欢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柴园滚滚 这一次我们不善不集中在中国人的所有的节目 我们有韩国节目 印度节目 还有很多的芭蕾舞 甚至有很多的民族舞蹈 所以我相信今年我们办的这个室内的活动 是非常丰富的一年 对于我们来讲 就这一天 农历新年对大家呢 一种对故乡的缅怀 同时对文化的一个尊重 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希望就是说 有一天农历新年能成为学校的公定假日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主流社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让他们了解这个活动对亚裔对中国人有多重要 好 这个联合会呢是在大年初一所举办的 因为很开心呢碰到了周末假期 所以民众热情的参与风雨无阻 感受到农历新年的欢乐气息 那么主办单位也大受鼓舞 提醒大家下一场的重头戏 就是16号要举办的法拉盛春节大游行 如今呢已经有超过60个社团来报名咯 估计将有超过1万人前来参与